大約兩星期前我買了一部新的MacBook Air 它的標誌是一個13吋的1.2GHz 4.3 i7 內存16G 比起我以前用的那一部就是2017年的13吋的MacBook Air 它的温暖器快一點 1.8GHz 但只有兩個芯 記憶只有8MB 兩部相機比較後我發現一件事 我這部新機不值得 很不值得用 為什麼呢?第一 它的鏡頭不夠舊的好 現在大家在看我用著鏡頭 用著舊的機器所錄的 所以這是我的舊鏡頭 稍後我會將這一段再薄一點 還有一個新的錄給大家看 我和一個人同一時間 但大家會看到那一部的效果差很多 這是第一 各位 這一段就是我新機所錄的 大家可以比較一下我這個鏡頭 和剛才那個鏡頭的差別在哪裡 第二就是我用了這部舊機 這部舊機 還沒試過 基本上不會當機 很平均 但另外一部新的那部 除了鏡頭不好之外 另外今天我要錄這些東西 就已經起碼當輕了兩次 另外我剛才做了一個iMovie的東西 竟然一個大約是十一分鐘左右的Movie 他會輕幾一樣做不到 反而這部舊的做得到 所以我非常不滿意 但是現在呢 我們這裏的蘋果公司 就關門大吉 因為有疫情 沒有開門 所以他不能拿回去 跟他吵 我還不打算寄回去 所以要等疫情過後才和他算帳 這件事 使得我好滿意 因為我拍著 我買一部新的 起碼比舊的一定會好 不然我買新來做什麼 我舊的沒有問題 這是第一 第二 我就將它的規格推高了 我已經選過4核的 16GB的內存 但是效果比我舊的 一十年基 以及兩核的八個基 內存 還要差 這個真的很滿意 那 和大家分享一下